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最近爱用的隔离霜 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这是我在直播上有介绍 不过呢因为我想说没有拍过影片 所以今天呢再来跟大家说明一次 我用的隔离霜呢是这个魅典的 最近用的这个 然后这是我朋友推荐我的 他说这个的保湿力跟就是 保湿力非常的好 然后呢他也不会太过油腻 因为我其实蛮怕隔离霜 就是擦在脸上的时候 你底妆一上上去 就是可能过很久之后 你的底妆就会开始崩坏 因为很多时候有些女生隔离霜选的不对 会导致脱妆的情形 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支非常不错 是他很保湿 然后我冬天的时候也不怎么会干 就是皮肤 然后 它是有一点点橘红色的感觉 橘粉色 那它稍微有一点点的润色效果 不过呢 它没有遮瑕力 没有太大的遮瑕力 就是它磨起来其实会比你的肤色还要再白一点点 然后整个就是非常的保湿 然后不油腻 那它用量呢 其实也是一点点 然后就可以推全脸了 我觉得这一支非常的不错 那它还有出另外两款好像是绿色跟白色的 白色好像是美白 把它有点忘记 那绿色是偏 就是你是如果比较 比较痘痘肌 或者是有泛红的状况的话 可以用绿色的 那这个有防晒系数是27 然后PA++ 对 这个也非常的好 那平常我的定妆产品是什么 大家一直在问 那我平常定妆产品呢 就是这一个蜜粉 对 那像我这是在黑眼圈比较重的地方 这边会上粉病 因为粉病的就是遮瑕力会比较好 那其余的地方呢 就是因为冬天我不想要让皮肤太干 所以我不太会上粉病 这类比较厚的东西 所以我会改用这个蜜粉来代替 那蜜粉呢 这一款非常的香 然后粉扑呢也很软 就是我很喜欢它的粉扑 然后重点是很香 它粉呢也非常的细致 那我通常呢 都是大概抖个两下 然后大概这样子 轻拍 在你的T字 然后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扫过而已 就是轻微的 就是吸附一下 就是粉底多余的油脂 这样子而已 这样就是完全我的定妆动作 好 就是今天的隔离定妆分享 希望大家会喜欢 有任何问题呢 记得在影片底下留言给我 或是去我的粉丝团 那明天呢 有直播记得收看 那有任何问题呢 也可以在直播上问我 好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